那我们接着去看一下,那现在是想着把这块给模块外抽出去,很简单吧,那我对应的话,对应的话给它抽一下,这个名字随便取,那对应的话,这里叫,我给它换一个包,叫一个holder,holder叫持有者对吧,ok,对应的话给它搞一个叫home的holder,它其实是一个country吧,对吧,出来了,它有哪些作用,你可以写一下吧,所以第一个可以 提供试图,还可以接收数据,接收数据,还可以,然后是内部让数据和试图板定了,好,既然它可以接收一个提供一个试图,那么首先给它换一个试图,比如说叫public,给它换一个,比如说叫 叫view的m的holderview,可以吧,有这样的试图,是吧,好,country写我叫o 这个,country写我叫o,对应的话,它需要出死的话吧,它这个试图是需要出死话呀,那我什么时候让它去出死话呢,我就在构造方法里面,让它出死话,对吧, 因为它是,也就是我明确可以提供一个试图,那出死话,超多试图,我自己出死话就可以了,那自己出死话,你就在找个地方出死话就可以了嘛,那就在pump你的,对呢,homeholder里面去出死话就可以了吧,构造方法里面出死话,对吧,好,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个方法,就是它,对应的话叫, 盈利的holderview,可以吧,好,创进这个,看一下,创进一下这个方法,很简单,飞行就可以了,方法干嘛的,是出死话,出死话,持有的,一个事实话,OK,那对应的话,你看,我们现在这个homeholder是给谁用的,希望的是给, 证明的这个,而大部分用的吧,好,停过来,也就是此时此刻,我这个homeholder是想把这块给它替换掉了,对吧,那它,也就是需要,它持有的一个view的话, 持有的一个view,它持有的一个view的话,其实是应该,也就是把这个holder替换掉,持有的是这块view啊,好,那我们把它给,替换一下,把它改成,它就可以了,对不对,好,OK, 你来看,或者这样给它,抽成一个view量,抽成一个view的view,好,OK,接下来,我把它给,反过去,反过去,它就可以了,好,OK,那,或者,为了方便,我把这边的注释,再一次给大家,强化一下, OK,你看,这个其实就是在干嘛,初始化,holder,OK,初始化,holder,完成之后,我第二个就是初始化,holder,持有的,啥,不叫,这,这,这,不叫,这叫初始化,跟师傅,跟师傅,跟师傅,叫converview,对吧,好,这个叫,初始化, 孩子,对象嘛,那这个叫,第四不叫,反定tug,对吧,反定tug,那这个叫,这个就不用管了,这个叫,取出tug,OK,好,对于这前面几个,都还很容易理解,但是这个反定tug, 其实让你去描述一下,你是描述的对人,那你觉得这句话,简单叫反定tug,我觉得,不利,不利于我们去理解,啊,那如何去说一点,好一点,好一点, 我今天就这样讲,叫,根师傅,找到一个holder,然后把它,把它,板定到自己的身上,是不是,也就是这个找的过程,才是一个重点嘛,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东西,就可以去板定,不是说随随便便,是一个,什么六一个,六一个opportunity的,这简单不行, 是吧,是不是,你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充当holder的东西,所以在这句话呢,在描述的时候,一定有一个操作叫,要去找,对吧,有找到一个,不是说随随便的,开始我的描述叫什么,设置tug,那简单不对的,设置tug就一定不够形象,OK,我们来看一下, 接下来,你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homeholder,他是干嘛的,是把这块剂掉了,把他给干掉,对的话,其实我,我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慢慢去改变他了,修改他了,这块我们来看一下吧, 比如说,或者心往下写吧,好,OK,那这里其实就是对应的,那到时候,他这里的根子图,其实就应该进化成我的他了吧,对不对,说了吗,给大家,再画给图,他不命起来给大家换一下, 这是我的126,126里面有这么多桥木吧,这是桥木,这是桥木,桥木里面,不管你是啥,桥木里面那肯定就讲这东西,一个就对着,一个就6吧,一个就对着,一个就6,那现在我已经把这块东西,想的是把它给单独的抽取出来,抽到哪里来呢,抽到我, 的,是不是给它定义了那叫,Homeholder了,也就是我的Homeholder,他就可以去干这个事情了,我的Homeholder,现在里面持有了一个view,叫,对,这是他持有的这个东西啊,那到时候我就拿他,去作为他想要的一个view吧,对于iton想要的view,正好就是根子图吧, 所以我打着他,就可以去做根子图了,好,OK,想的,那既然,他其实说白了,如果, gatorview,想用我这个Homeholder,那此时此刻我虽然叫Homeholder,那针对gatorview 方法里面呢,这个场景来讲,这个Homeholder,其实就应该是根子图了,对吧,好,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,把这个注射给他拿过来了,他干的事情叫, 注射吧,根子图,好,我们照片往下写,那接着我要去注射吧,孩子对象吧, 对吧,孩子对象,根子图拿到了,我在这里是可以注射吧,孩子对象,对吧,那孩子对象如何去注射吧, 是找到他两个孩子就可以了,好,比如说他两个孩子就是XU,一个叫M的,这个叫CV的TEMPER的E, XU等于根故局就找到了,对吧,好,或者这里把它拿到这里来好一点,出实吧,根故局,好,这里, 接下来我们去换.VUID,也就是这样一个话,拿过来就可以了,拿过来,对应的话,他是根故局了吧,好,前转向,好,他有两个对象吧,二, 接下来,两个孩子对象,也找到了吧,对吧,好,也就是走完这个方法之后,我们就干了两个事情, 第一,要初始化了,根故局吧,也是持有的对象吧,还干了一件事情,初始化了,持有师徒里面的孩子对象,是吧,给他找出来了,没问题吧,那接下来第三步,我要去找一个holder, holder,根师徒要去找到一个holder,也就是我这个U,要去找到一个holder,然后把它给缓进到自己的身上,你看,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执行这个操作了吧,第四个操作,在这里是吧,根师徒嘛,也就是我这个holder,其实就是我持有的师徒了,也是持有的师徒,也就是他这边的根师徒,需要去找到一个holder,也就是他,要去, 这个tug了,这个tug了,这个tug了,这个tug的含义也说了,就是他里面的成员必要要复制了,要去找到一个tug了,说了,那这时候找,你就要找谁了,你要找,就必须满足条件的,才可以找啊,那谁可以满足条件啊,两个,要么只有,根故局的孩子对象,你看,我把它给转化成成员必要,你看,现在转化成成员必要之后, 这个类,是不是持有了这个view的孩子对象啊,那我在这个里面设置差别的时候,直接写谁就可以了,写谁,啊,写问题三次就没法应了, 所以写类子的,一定要明白,这个很多同学他就不理解,为什么在这里可以写这个类子,是不是他持有了孩子对象啊,这是view吧,持有孩子对象吧,对吧,好,OK,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来,改吧,改吧这一块了,好,接下来,做一个大的修改,我把这个gatorview这个方法,整体给大家, 啊,啊,或者比较狠一点,我把这块,直接给大家,不干掉哈,给你们处置起来,啊,class,那对的话,我们再写下,叫mybase2w的视讯,好,那看一下,副鞋,好,够的方法,OK,那在这个地方,我们就已经把,这块东西,全部给他替换掉了,对吧,替换成了他, 那,也就是,咱们写法,一样的,如果camereview等于等于空,啊,应该怎样,那else的话,应该怎样,好,OK,在这个时候,我统一的就可以用这个homeholder了,你看,我在这里定一个home的方向,叫home的holder,等于空吧,那如果camereview等于空的时候,是不是应该去初始化,homeholder了,那homeholder里面, 也是根式图这块,那是不是直接可以用这个homeholder里面的,m的holderview就可以了,对不对,好,OK,那接下来,你看,接下来,接下来,你一定要明白哈,如果他定空的时候,我是走他呀,走他,我们跟下流程,走他是走勾造方法呀,勾造方法就是去引力肯一个holderview,也就是对这个,他持有这个布局吧,进行一个辅持吧,那辅持, 主持的正好就是我们的,谁,这正好就是iton的,tempere的,那所以说,能用他,听解吧,因为这里是正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布局,这根式图正好就是他吧,所以说我这个持有的这个布局,正好可以从那辣的根布局吧,你不理解,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,所以说我才可以mholder.m的holderview吧,好,OK, 接下来,我还干了些啥事情呢,往下看哈,往下看,对了,你看,说实话完了之后,也就是这句话代码可以理解吧,那接下来,他找到他的孩子对象,孩子对象,啊,没关系,找到孩子对象,找完之后,走到他这里来,第四步,要去设置这个tug,相信这里已经把tug给设置了吧,那我在这里,还有没有要去写这个什么设置这个tug看法呢,没有了吧,没有了吧, 是这里,是这里他已经内部给我们设置好了,对吧,OK,那这个地方,他要去找出来,那么,如果去找呢,是不是,这个coverview里面,可以去gay的出一个tug,那这个拿出来是啥,你就知道他存的是啥了,他存的是类似,那说白了,拿出来的类似是这样,就是homeholder吧, 但是他就可以把它给拿出来,存的啥就拿啥吧,想找一下,这个也没问题吧,好,OK,你看,这块,也就是亲密对块,叫似图的一个,跟似图的决定吧,决定,跟似图,至少还是做了一个事情,把这块东西,支起了这块东西,移到这边来了吧,少写了一寒代码而已,代码没少,少写了一寒代码而已, 也就是说,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,抽出来吧,也就是说白了,就是这边的一个概念,你只要分析了它一个结构,就是这个价格,是不是可以把它抽起来当中的呀,好,现在我们这个代码量没有减少,只是把它给移了一下,位置,移到这样的一个类里面来了,理解了吧,好,还没写完,这个只是似图这一块,对于我们说,他还可以接收数据吧,也就是我们希望的, 这个holder还可以接收数据吧,对于我们新把数据得到,比如说新得到数据,好,数据得到,对于的话,就是m, 就是去get,或者写,这个是得到数据吧,好,对于我们就把这个数据交给他,他可以接收数据,还可以接收内部数据,还可以让数据和似图进行个 反定吧,好,和智慧图进行个一样的,那对于的话,要接收数据,我们就给他定义的方法就可以了吧,OK,给他 接收数据,还接收数据之后,我们还希望他对于的话去反定 数据数据吧,是这样的话,也就是他可以去设置一个date,对的话还可以按,叫按照referenceholderview,写系列,是吧, 设计的数据也就会把数据传给他,他还可以去referenceholderview,好,OK,那么数据传给他就可以了,接下来,他在这边就要串击一下这个方法, 他这个方法是干嘛呢,以及什么时候要用,我们写系列干嘛呢,可以接收数据,然后还要,然后还要让数据和似图反定, 他什么时候会要用,那就是外部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,也是外部想,他想干嘛,其实外部想干的事情很简单,他只想让数据和似图反定, 对吧,对吧?他只是对应他有数据,这样写系列嘛,相当于,相当于,外部有数据,有似图,但是他想,让似图和数据,想, 数据和似图反定,对吧?OK,这个,想数据和似图反定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收到外国传进来的数据了吧 接下来我把它保存数据 我把它保存到成余并件里面去 这样就保存到成余并件了吧 传递一下数据 OK 数据你看 接下来我还要进一个操作 进行的数据和试图的反定操作 也就是刷信息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刷信一下 好 OK 刷信一下 为了方便 我们把这数据再透传过去 再透传给这个方法 好 OK 这个方法的话就很简单 方法干嘛的 也可以想象 很简单 这就是数据和试图的反定 对吧 好 OK 那什么是没交用 那就不用说 外部零贯的要用都一样的 在这里我要刷新数据 也就是反定数据 那我要数据已经知道了 孩子对象也知道 是不是反定数据非常简单 对我们把这个给揪过来就可以了 揪过来 然后改发改发 我们数据还是它 那么这个词有了 这个就不要了 已经在成员云量里面有了吧 好 OK 你看 这块我们就封装完毕了 好 你看 现在你再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 现在就非常的爽了 来观察一下 那这个算命旗子就是我们的 啥呀 这个就是什么呢 6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model了 对不对 好 OK 也就是这个旗子就是一个model 这个就是6 这个思想是和智慧远进一样的 也就是它的目的不是说为了紧少代码 它现在目的只是说把代码给抽出来 比如说你单独的神区写这东西 对对吧 它现在代码是没有少的 只是说可以把它给模冠化 变成这种单独的一个内码 对吧 好 OK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没啥问题吧 没啥问题吧 我们就运行起来看一下 看出来一幅实义 好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你一定要明白 现在代码没有 没有少 只是干嘛 只是把它给积过来了 对吧 OK